探索异乡他国的神秘趣事 记录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你相信世界上会有龙的存在吗 古代的皇帝都把自己比喻成真龙天子 那么人到底看没看见过龙呢 龙这种动物是不是古人虚拟出来的 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龙的存在 一直都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人们的印象里面 龙都是飞在天上的 但是有人在海边游玩的时候 竟然在海里面看到了一条白龙 难道这个白龙真的是以前的真龙吗 一名游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 居然看到一个从海里冒出来的巨型脑袋 开始游客以为就是一只大鱼 但是走近一看 竟然是一条白龙王黄带鱼 要是想把黄带鱼给抬到岸上 差不多需要八个人合力才抬得起来 其实这种白龙王黄带鱼也叫地震鱼 它们主要生活在海底 只有地质发生变化才会游上来 游客发现的这条黄带鱼的腹部是红色的 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是银色的 黄带鱼是世界最长的硬骨鱼 如今存活在世界上的黄带鱼数量十分稀少 黄带鱼体型和体重都是特别大 由于海底的食物比较稀缺 这片海域生活的鱼类也比较少 所以当黄带鱼食物缺乏的时候 会选择吃掉比自己弱小的同类 弱肉强食这种说法 在生活在海底的黄带鱼身上都有体现 怎么样小伙伴们 看完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与大家分享